近期,香港发生的一系列暴力示威活动,严重破坏社会秩序 对此,香港特区首任立法会主席范徐利泰 日前在香港接受记者采访时表示 香港市民要觉醒自救,让社会尽快回归秩序与安宁 范徐利泰对香港基金示威者打砸毁烧的暴力行为表示强烈谴责 他指出,暴力带来的只有破坏 破坏的代价却要让全香港的民众来承受 范徐利泰表示,香港社会确实有人对现状不满 但有暴力倾向的只是其中一小部分 大多数人都是希望用和平理性的态度来表达诉求 他呼吁香港市民要觉醒自救 我觉得要有力地去克制这些暴乱 就必须要我们的民意是支持警方用更强的手段 来做 那么这个支持就必须要香港的市民醒觉 我觉得我们每一个香港人如果我们不愿意看见这个情况再坏下去的 我们要自己救自己,我们要自救 我们自救的方法就是跟我们每一个人四周围的家人朋友亲戚 总而言之我们的社交圈子里面尽量的去跟人家沟通 每一个香港市民爱香港的都应该尽自己的一份力量去影响说服身边的人 范旭丽泰表示香港回归后一国两制在香港得到很好的落实 香港几次遇到了困难 中央政府都毫不迟疑地给予香港全面的支持 现在国家推动的粤港澳大温区的建设也给香港带来难得的发展机遇 然而在这次风波当中 英美等西方国家频频就香港问题发生 指责中国政府和香港特区政府 作为经历过香港回归前后的见证人 范旭丽泰说 这些西方国家抱着自私自利的目的 绝不会为香港人着想 香港人一定要头脑清醒 这个一国两制在香港走得好好的 实际上是非常好的 可是为什么现在人家要破坏我们 我相信我们必须要看看 如果一国两制失败了 谁最有好处 所以作为一个香港人 真的要头脑清醒 看清楚谁是你的朋友 谁是你的敌人 在我来说 祖国永远是我的后盾 我们都是中国人 不论是在内地 在香港 在澳门 在全世界 我们都是朋友 可是 外国的一些政权 他们从来不是我们的朋友 他们只会利用我们 他们不会为我们的利益而发生的 在暴力示威活动中 有部分香港年轻人冲在前面 更有一些人举着美国国旗 打正民主和自由的招牌 要求美国制裁香港 对此 范徐利太表示 香港的自由度远超美国 部分年轻人 我们也是被评为世界上最自由的城市之一 好像是第三名 好像是第三名 我不大明白我们那些年轻人 他说他要求更多的自由 可是他要求谁来帮他拿更多的自由呢 他是要求美国 美国在这个自由榜上 差不多 好像17位吧 落后于香港很多 你去向一个没有这么多自由度的国家 要求给你多一点自由度 而这个国家并不是你自己的国家 我相信荒谬的这个情话 这里就完全显露出来 你就看到这些所谓的年轻人 其实是暴徒 他们的无知 范徐利太表示 部分年轻人的暴力行为 也暴露了香港的教育问题 应该引起香港社会的反思 很可惜的 我们没有好好的教育过我们的年轻人 让他们被人家误导 以为只要破坏就能达到目的 还有一个 就很多人都说应该有国民教育 我非常同意 可是国民教育应该从小做起 你看美国人在幼儿园就唱国歌了 其他的国家也是这样 为什么香港的孩子没有这样 范徐利太介绍 他正在推动在香港的幼稚园和小学 开展升国旗唱国歌的活动 已有50多家小学和多所幼稚园加入 你在小学里面 如果你每一家学校 每一个小朋友早上起来 早上上课之前都要 唱国歌升国旗 他们就知道自己是中国人 更多精彩尽在中国新闻网客户端